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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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哇 哇 哇 橘色的火焰捲過來 一直沒有醒過來 突然就醒過來了 對 喔 已經二十幾天了 復健到一個程度你還是會覺得 好像還是拉不開 就是會覺得很沮喪 這件事雖然我是很 沒有什麼不能說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遇起來是個少錯 不會想要輕易地去觸碰它 走過城堡五週年蘋果直擊 八仙如廢墟 八仙城堡意外造成 15死484人 受傷也因此停業 至今將屆五週年 現在變成什麼模樣 蘋果新聞網透過 空拍機鏡頭 八仙樂園2.7萬平原區 一覽無遺 以前的滑水道 潔白無瑕 現在變這樣 斑駁 飄飄河變黑色 以前泳池充滿歡樂 現在是積水 掌滿綠藻 發生意外的主舞台區也已遭拆除 八仙樂園位於新北市巴里區 鄰近西濱快速道路及台北港 為萬海航運子公司 1989年開幕以大型細水設施為名 2015年6月27日 原方將場地租給丸色 創意公司舉辦粉層派對 玉米澱粉及食用色素混質的色粉 在舞台燈光照射下 燃燒爆炸 造成近500人燒亡以外發生後 八仙遭市府勒令無限期停業 派對負責人呂中吉也因過失致死罪 被判刑5年定業 並於去年1月入監服刑 民視求償部分 市林定業卡了18件相關求償案 尚未做出一審判決 其中最主要的435名被害者 分兩波委託消機會求償 約100億元團體訴訟 目前進度就是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進度 因為其實目前的話他們就是 好像官司也還在打 所以沒有完全是被進度 上月29日民視庭出爐 22歲林佩如與父親控告主辦單位 貨賠717萬多元 成為第一個貨賠的受害者 5年過去 這場爆炸對倖存的傷者們 都落下不可抹滅的印記和傷痕 連迴響都不願意 應該是不太會有人想回去 34歲文秀師蔣星成 被火紋身40秒歷經22次手術 學會文秀現在找到教室開班授課 三枚護理師鄭以和 全身55%燒燙傷 經過漫長護健後 兩年前才重返醫院職場 全身70%燒傷 32歲劉嘉順 法管前夕齊基士書醒 目前擔任工地公安工程師 發現除了攏長的官司 麻煩的還在後頭 當初原區向國產署 承租下股地 525、526、527、528、530地號 約9500坪國土地 租期到去年12月31日 其中有15處 細水設施佔園區三分之一 園區出租永時給業者 辦踩車派對 未向觀光局報准同意 遭採取停業 承暴事件發生後 主案機關又發現 未經同意 變更新凡事業計劃範圍 使用的情況 所以找主案機關拆除 提早重置的租約 發現樂園已經拆除第三項 那我們也在去年的11月 完成了土地的收回作業 被拆除的遊樂設施 有承暴事發地的快樂大寶礁等 八項設施 過半設施招 未來若要復業 勢必要花一筆錢重修設施 整個園區荒廢後 更成為網友探險打卡 和毒蟲最愛秘境 落到萬平園區 僅派幾人看守 記者實力走訪 連外道路由紐澤西護欄擋住 還有10米長鐵柱路障 走進大門口 也有近2米高巨石堆 夾雜蛇龍的高槍 漏到後頭小路 企圖接近乘暴事發地 不是被護城河圍住 就是被近2米高的防風鈴圍住 很難從中虧見內部 法理區公所曾帶轉地方寄望 向市府表達希望拔銜副業重振商機 觀光局也表示 拔銜副業需法律程序完備 也要願意面對被害者解決問題 新發局指出 巴理區台北港娛樂專用區 正進行都市計畫變更為產業專區 它所有的營運都不會是外海這邊 政府方面可能各地 有一些單位可能也沒有辦法讓我們 現在能夠買好復業吧 據了解 對付業與變更產專區 原方都沒有意願 躺著玩坐著玩趴著玩 還是巴仙好玩 這句廣告詞 恐怕已隨承報那瞬間 在營業第26個年頭畫下修指魚